中华民国已经真的是要瓦解 不要选 他已经忘记宪法了 他难怪不承认 国际不承认 没关系 他要学陈水扁 一样的来关我了 现在很严重 玩司法玩到这种程度 你看之前 这边是信封没有这个章 然后没有日期 这边有了 这封信就有了 然后去警察局拿的 然后两边灯泡 这是9月5号 9月5号 这个103年 103年 只有他印的不清楚 然后这个 法院 地方法院没有公文 知古 这个宣判日8月20 这也是宣判日8月20 我都没有出这一庭 宣判日 这个第19庭 这一庭我没有出 他们自己玩司法 审判长 他们自己玩司法 然后这盖章了 这张没有盖章 你看 所以说可见台中地缘 更好笑 他还说 叫我不要送到切勿 你看看这个 以上证明 原本无欲 如不服本决行 于受刑 绝后 10日内向本月提出上述书状 并因叙述具体理由 我都已经审 第四审了 已经够清楚了 纯正信函也递过了 我的律师也递过了 你们还要继续玩 没关系 上去旅游 他听曹大伟 那个电磁波精神脑控了 他就是不让我出国移民 要告我 就是让我留到台湾去求他 我不会求他 我宁愿关在监狱里面 我一生都被你们搞到没有了 没钱 我宁愿坐牢 让你们养 无所谓的 就让你曹大伟干不到 起不上来 得不到我 怎么样 应于上述期间 聚满20日内 向本月补地 以游书 如须他当造人之 妇杀圣门 切勿敬送上级法院 我偏要送 就这句话 我偏要送 然后后来你看 这个是103日7月30 先判18日年度1625号 这也是1625号 这个等一下我们来看 他还说 黄奕密罪 赵美奉如虚 是罪 各逐步 施实 十民 因歧途行 十月如意 科罚经理 新台币一千元 折算日 扣引记之 台湾地方也没有盖章 然后我就登了网路之后 我把这个登了 他就赶快寄 你寄 最快的输入下午来寄 寄那个邮件 然后让警察局来过来 下午到我店面 然后我女儿 你去上课我不知道 第二天他要拿给我 然后你看 然后现在要违法 更不提高了 你看 现在你看 他要算百万了 你看到没有 他要告我百万了 你看到没有 来 二十五人子 什么第六条 来 好 反正他们就是 就是我已经勘验 都勘验 但人一样 可是他们就是不符合 而且这些人 我全部没有 全部没有登名字 你看 这些我都不认识 而且在第十八庭 侦查是刘文斌检察官 在征讯的时候 他先犯法 他说 我明明是给国泰四华银行 这个是 他给我锁黑名单 我签约买卖 我已经解约了 我不给你保人寿了 别电磁坡查到也整的嘛 就射出来局 然后我就不要保了 我要退险 就第二天 也退了两千多块 可是他还继续给我 放黑名单 继续要钱 继续吹 寄占单 那是不是诈骗呢 诈欺呢 我没有得到保险 还给你保护会啊 好 那完毕 我当然也告他 告完毕 他在第十八庭 他说 这个是新展银行啊 那个时候新展银行 吃我本金 也给我提高高利贷利息 给我提到39% 这个是电磁坡精神脑控 我是电磁坡精神脑控受害者 二十多年了 我发誓 我打不完的官司 告不完的官司 他们就利用我去告 这些财团 所以我在网路上也登过了 这些人已经有名字 我到国际法庭见 因为他们玩司法 我就登过了 我还讲这些什么话讲 可是更好笑 来 他要提高 他现在要关到我 要关我 不是这些咯 他现在提高了几百万 我不晓得 得出五年以下 有旗徒席 并新科法庭 新台币一百 来 一百万以下法庭 我哪来的钱啊 笑死了 我都被你用家破人亡了 我的房子 新展银行都差点被拍卖掉了 全部都没有还你银行 新展银还吃我本金四十多万 我根本都没钱了 我现在开了店 也被你整整了 店都花到一百万 也都花到钱 那个店里面没钱了 那你们养我啦 哈哈哈哈 省得我去 我这个还可以有机会告到 追溯局 在国际法庭有多少年 没关系 我等你们 他现在要 你看来关我五年以下 旗徒是不是 反正很多 他准备像玩橙水扁一样哦 来 然后更好笑哦 来 他说是总统命令 来我们看看 宪法大于法律 法律大于命令 命令大于地方法治 今天宪法抵触了刑法 然后有无故的 无故 他一直强调说 我是无故把它登到 我有宪法第七条保障 是你们公务人员犯案在先 非无故啊 你们是根本就是非无故啊 你根本怎么搞的 一直说我有故 啊有故 我是有故来秘密的吗 我十八修营啊 我秘你们 路你们那么衰名啊 我路你们干嘛 全世界鄙视吧 这些中华民国的这个司法人 好来 难怪国际不承认 好来你看 哎这个是 怎么样 总统命令那张 他写了一大堆废话 好长一篇哦 好臭屁哦 结果最后最终 我几句就还他了 好了 来我们就 看那个总统命令 他说是总统命令的 来 哦这里 哎不要录嘛 哎哎你这个电磁波怎么这样 好来 论罪科刑查被告行为后 刑法第315条之 一月于103年1月15日 金总统以华总议议之地10300004831号 令公布修正 并于该日生效 施行 修正前刑法第315条之 依第二款项原规定 有在别我不管你 你这个是刑法对不对 我现在讲的是宪法 宪法的位阶大于法律 大于你刑法 大于命令 大于地方法治 你总统命令都没好 你总统都已经是做区长了 马区长都公布 他就是冲着我公布 他在那个YouTube有一个马区长 那是我一个网友 我不小心发现这个秘密的 所以他可能是用这个方法来整我 那不管怎么样 这个那么我就告你总统好了 你把我关死了 好那么现在他这样玩施法 好来 可以 没关系 他就是因为这样这条 所以他故意整我了 玩到这样子 玩到这种程度了 已经第4审了 好 已经说过 我有写纯证信案 吃了5年案件 我都按任何的证据都扣到网络 结果他还说 我踹警察 因为他们违法机啊 那是我已经说过 那是自卫 关起大门 也有检察官 关起大门 然后锁起来 完毕之后 就抢我的司法 抢我的眼镜 然后我就 要抢 保护我的眼镜 然后完毕 哎 更好笑的 就是说 抢到的时候 折断 然后拿铁链要击压我 当然是在踢他脚啊 踢他的下起 当然要跟他那个 就是自卫 本能的自卫 你们已经 纬第8条 人身自由罪了 用铁链丢我 现在是你们犯法呢 门灭证据耶 然后他对着那个 拿着我给他 国泰司法银行的 那个证据单 把我关那个什么 用那个黑名单的证 那个证 那个证据 那个单据 他就说 这个是 新展银行啊 不是国泰 对着摄影机这样讲 然后要毁灭 这一 烟灭这一句 这个政堂 蛤 那种很明显的犯罪 蛤 你们收了多少钱 还是收了总统的 这个 这个好处 还是收了这个 国泰的好处 我不管这么多 蛤 没关系 我投错胎 我投到中华民国 我们现在向美国求救 我现在就是拨上去 我向美国求救 全民霸选 马上去欧巴马的部落格 就是说 我不会英文的 就写国语 会英文的 就写英文 我向 在此留言 公投 请欧巴马 收回台湾 欧巴马 当我们台湾总统 就这样子 简单 就代表 人民自决权 公投 因为他已经玩 西法了 他要像沉水扁一样 关我 给你关啊 我一生 二十多岁 唱歌到现在 作秀 被你们朝大伟 电视播 玩弄到现在 我的台北 一千多万 我多少的房子 也被你搞到 没有 我全部离 我五十岁了 我被你们搞到 没有了 我就让你们养吧 我也累了 我省得赚钱 我在里面 混日子 也都是 只剩我学技术 也赚不到钱 你以为我有钱 Won way No way No way Fuck a government 请大家 全世界的公民 鄙视 全世界的国家 鄙视 中华民国 瓦解他 阿弥陀佛 司法呀 还有更好笑 他这个 还说 他是公平的 法官平和通知书 他就写我的暗号 密号 帐号 然后法兵 什么法官 要我填表 然后这是司法院的 司法院我投诉都没效的 所以他们现在是在玩我 是从国家的集在玩我 所以我要告国家吧 我看 告这个 这个 好来 这个司法院我们纯正好了 好 KH 这个是留作 留作国际法庭建好了 我都有密 都 世界人权学会 来 我们先跟欧巴马就很快了 好不好 欧巴马比世界人权学会还更快 来 107月 法官平和通知书 还叫我说 写说 有什么裁判不好 诉讼其实就好 叫我去 申诉 这是在故意要取笑我的 因为你们就是在玩我啦 好 谢谢你们 没关系 我给你们养啦 养老啊 还好我没有再付老保金啦 还好 阿弥陀佛 我如果死的话 我跟你讲 我的灵魂交通更方便 你们就完蛋啦 我们的灵魂就是 宇宙间的分粒子 物以类聚 你们有看到吗 发明家科学家 都是这么研究的 你看看好 我的分粒子会往哪飞 你们完蛋了 谢谢